8月7号,成都大运会跳水项目在简阳文体中心游泳馆结束全部13个项目的比拼 中国跳水梦之队完胜,共获得15斤,5银一桶 中国跳水运动员王伟赢在成都大运会共收获5枚金牌 他在赛后开心地告诉记者,15枚金牌是中国跳水队此次参赛的任务 我一共拿了5枚,很荣幸能比这次大运会 而且我们中国跳水是包揽了全部,这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来就是要拿这个金牌的,所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,我挺开心的 此次成都大运会,中国大学生跳水队领队由奥运冠军施廷茂担任 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整支队伍在赛前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辛苦集训 15枚金牌代表着团队的力量 我认为15枚金牌也是代表了团队的力量 然后因为我们集训的时候确实也是非常辛苦,然后也很艰难 但是年轻的运动员就是应该要多参加一些这种国际性的大赛 让他们能够去展现自己 通过大运会这个平台,让他们能够在竞技赛场之外 能够跟更多的国家的选手啊,更多学校的选手做一个交流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以后的人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